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在每日亮光见面 天韵诗般有首诗歌 给我你的手 其中有一句歌词说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 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是的 有人说 没有人分享是一种惩罚 不论是快乐和痛苦 都要有人可以分享出去 分享不是让我们失去 而是让我们拥有更多 1945年10月 一个男孩出生于巴西的 一个贫穷农民的家庭 从小他就得帮忙家里 上小学后 他常常和两个好朋友 在街上擦鞋赚钱 12岁那一年的一个班晚 一家店铺的老板要来擦鞋 三个小男孩都围了过去 老板看着这三个男孩 都用渴求的眼光看着他 心里感觉非常为难 最后他拿出两枚硬币说 谁最缺钱 我的鞋子就给他擦 并且要支付他两块钱 那时擦一双皮鞋顶多20分钱 这十倍的钱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三双眼睛发出渴望的光芒 第一个男孩说 先生 我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有吃过东西 如果再没有钱买东西吃 我可能会饿死 第二个男孩接着说 先生 我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 我妈妈又生病 我得给家人买些吃的回去 不然晚上我又要挨打 第三个男孩 看着看老板手里的两块钱 很认真地说 先生 如果我得着这两块钱 我会分给我的朋友一人一块钱 第三个男孩的回答 让老板和那两个男孩大感意外 第三个男孩继续说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已经饿了一天了 而我至少中午还吃了一点花生 有力气可以擦鞋 您让我擦吧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老板被这男孩感动了 带男孩擦好鞋后 他真的将两块钱付给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一拿到钱 就直接把钱分给了他的两个朋友 几天后 老板再次找到这个男孩 让他每天放学后到他的店铺 去学做学徒 还供给他晚餐 虽然学徒的工资很低 但是比起擦鞋强多了 男孩知道 是因为自己像困窘的人伸出援手 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从此只要有能力 他都会去帮助那些生活比自己困苦的人 后来他辍学进入工厂当工人 为争取工人的权益 他21岁加入工会 45岁创立劳工党 2002年他提出让这个国家所有的人 一日三餐都有饭吃的竞选纲领 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当选总统 2006年他竞选连任 又再次当选总统 八年来 他使巴西93%的儿童 和83%的成年人 一日三餐都得到了食物 他也带领巴西 一要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 是的 他就是巴西前总统 鲁拉达西尔瓦 今天的圣经 《圣经格林多后书9章11节》说 上帝也要使你们富足 随时有慷慨施舍的能力 使许多人因为从我们手上 接受你们的礼物 而感谢上帝 是的 得 为的是能够分享出去 能够与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 你将会因上帝赐予你的 而喜乐 让你帮助人而有成就感 更是谦卑自己 将荣耀归给上帝 亲爱的朋友 愿我们都成为上帝祝福人的管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